何女士觉得自己鼻梁有点宽 鼻孔有点大 想改善一下 今年6月份到杭州建国北路上的立心医疗美容医院 做了鼻综合手术 花了4万块钱 术后觉得效果不好 就是这个鼻尖很高很高的 然后这里也是很高的 坐在这里 这是何女士术后的照片 鼻尖看着似乎还好 但鼻梁确实很高 侧面从上到下像一条直线 9月份何女士又到立心修复了一次 修复好之后了 然后鼻尖还是高 高了之后 高了之后 然后开始肿 发炎 10月份的时候过来做引流管 有浓 有血 她跟我说几天就消下去了 然后结果没消下去 然后中间有一次很肿的时候 就是这脑门就是这里 然后肿了一个包 整个脸都已经很浮重的那种 何女士说 引流管做了两次 鼻子流浓 流血的现象没有了 红肿的现象虽然有所改善 但没有完全消除 现在看起来鼻尖显得有点大 还是有些泛红 就是红肿这样子 肯定是失败了 反正就是没做成我想象的那种嘛 我是做服务行业的 然后6月份以来到现在我一天半都没伤过 我希望他们医院里面从6月份到现在物工费赔给我 然后甲铁给我拆掉 然后还有把那个手术钱赔给我就好了 那你这个拆掉了之后 可能鼻子还是不太好啊 那可能会不会 那没事 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丽兴现在改了名 叫美臣医疗美容医美 店里的一位咨询师表示 领导不在 他们目前正在停业整顿 最近没有医生上班 原因不便透露 何女士前两天来的时候 工作人员带她到另一家美容医院诊断过 咨询师说 何女士9月份做过修复 目前还处在恢复期 红肿可能是正常现象 需要先让医生看一下情况 再来协商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何女士对他们的合作医院不信任 可以选一家公立医院去看 何女士同意了 如果说人家医生都看了 确实里面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也是在正常的恢复 那你说我们应该给你怎么办 务工 我从6月份到现在我没上班 不是 你关键是你做完确实是要恢复期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都要接受 我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做的时候 他给我恢复 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最多最多一个月就全部消肿 这鼻子都不会了 结果你会现在怎么办 这说实话 这当时这么跟你说 肯定还是更多的一个安抚成分在里面 想让我做啊 怎么怎么样子啊 那可是他确实听真心的了啊 这些问题 对啊 我就是当真了 可能是我就 而且也有很多人是他做完之后体质好了 也有恢复一个月 但是你这二次做的肯定是恢复期更长了 那他一开始以为就没有第二次了 一次就好了 我以为一次就好了 我相信你们运行啊 咨询师表示 务工费的事情还要向上级请示 和女士说 当天没时间去医院检查 双方约在了30号 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